我被我最喜欢车的品牌的销售员给瞧不起了 本来我还想拍一个搞笑视频的 我骑自车去 然后开着问界M9回来 来用这种方式庆祝我人生的第一台车 结果搞这么一出 我被我最喜欢的车的品牌销售员给瞧不起了 9月19日 在某社交平台上拥有450多万粉丝的博主于小慧发布视频称 他在华为北京蓝色港湾店拍摄自己的购车视频时遭电源阻拦 19日下午 记者与涉事博主于小慧取得联系 据集介绍 1818日下午 当天他和几位朋友前往涉事门店准备购车并同时拍摄视频 我是准备记录一下我买车的整个过程 于小慧说 当他和一名男性店员正在沟通相关买车事宜时 另一名女店员突然现身并阻止其拍摄 他不听我说话的解释 就反复在那说不让拍 我说我拍自己 我只拍自己的脸 我说了四遍 他不听 也不看我 一直在那说 说话的可惜就想再给我下达命令 在人家店里不让拍我能理解 我尊重 他说不让拍之后 我马上就停止 甚至我的摄影台说 如果介意的话 我们估计不会搭 还会删除塑造 但是 还压根没有一个好态度 我们最好的态度 给他 换来的却是傲慢和精密 作为消费者 我总感觉太不被阻碍了 同日 涉事门店回应记者称 针对此事 可联系华为组顾 门店方面 不方便可措施 最后 华为消费者 呼热箭为应声 是否允许开设 去以线下门店要求为止 这个事 就是现在 那个华为的公司 需要您可以去联系 发为门店方面 不方便做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呢 确实是需要 以这个线下的 网门店为准 每个门店 这个要求 都是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